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院区 最早成立于民国57年 为当年台北市唯一性病及艾滋病防治专责机构 长年来肩负大台北地区性传染病及艾滋病防治之重责大任 为因应要引艾滋疫情快速攀升 台北市政府于民国95年11月成立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昆明院区经过多年的改革延展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于民国104年度成立昆明防治中心 昆明防治中心是台北市第一个 结合毒品、艾滋、费结核防治专责管理单位 除建立大数据资料 用以分析各行政区之药物滥用趋势及传染病疫情分布 并有效加强各类宣导与防治 中心的医疗单位 分别可为毒品试用者、艾滋感染者提供医疗服务 与专业的咨询辅导 性病与艾滋病是许多人无法共同公开讨论的议题 即使是身处于网络科技发达 还有医疗资源丰沛的时代 人有部分的朋友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 然后担心病情曝光而延迟就医 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而这是我们身为第一线艾滋各管市最不愿意见到的 在昆明这个大家庭里 门诊医疗除了提供一般性病的筛检以及治疗外 还有HIV的医疗照护 另外我们也有专属的心理智商关怀 一路走来 医疗同仁们始终都会保持着开放以及接纳的态度 来服务每一位就医的朋友 因为昆明会秉持着五星级的医疗服务为中指 让您感受到一个以爱心用心以及贴心所打造的医疗环境 也请您安心且放心地将您的困扰以及担忧告诉我们 昆明会一直站在您身旁 然后我们会一直陪您走下去 为整合昆明防治中心之各项资源 以完成公共卫生防疫使命 中心设有卫教企划组 全则处理相关计划工作 其中包括对全市民众、学生、专业团体等提供适合的宣导教育 全面提升本事之防治观念 进行各项资料分析及研究计划 依据其结果研拟适合本事之防治政策 同时培育专业人才、强化研究与推动国际合作 自94年起 药引艾滋疫情快速攀升 为协助政府检视关心毒品问题 本中心以任务编组方式分设两组 办理毒品危害防治相关业务 毒品综合规划组 为防治中心在工作规划及建设上 扮演重要的核心与沟通桥梁 其主要业务内容为 会整各工作小组施政方针及重要措施 并拟定毒品危害防治年度实施工作计划与教育训练 协调各相关单位推动毒房工作 并办理毒房研习与相关联系会议 定期举办三四级毒品危害讲习 以提升适用者对毒品危害认知 宣导剧毒方法 而毒品转介服务即保护辅助组 则为强化药引个案管理 针对个别化持续进行追踪辅导及心理支持 并加强药引者相关传染病之预防 例如梅毒、B型肝炎等 提供相关卫教咨询与筛减服务 此外更提供社会资源转介服务 如医疗介质、就业推介等 让药引者获得可用资源 期望建制完善的支持环境 协助个案复归社会 我做药引治疗很多年 接触非常多食用毒品的个案 长久以来 我们的社会上一直用处罚的方式 在处理所谓食用毒品的人 那这些年来开始有一些改变 那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 就是毒品回来防止中心成立了 各地方毒品回来防止中心成立的目的 其实是提供服务给使用药物的人 透过提供服务帮助他的方式 让他的使用毒品问题减少 所以如果你有用药的问题 有毒品的问题 请你跟毒品回来防止中心联络 接受他的服务 在台北市成立了毒品回来防中心 昆明防治中心是主要的幕僚单位 我们努力在把各局处的横向的联系 以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提升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帮助 减少毒品的问题 让我们台北的问题越来越少 我们毒品问题越来越没有 艾滋病防治组为中心艾滋防治重要工作单位 主要业务内容为提升艾滋病照护品质 针对高维族群加强筛减 以推广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加强横向联系 定期召开台北市艾滋病防治推动委员会议 及工作小组会议 融合社会各种资源 共同协力防治性病传播 从我们进心房所到现在15年了 那社会越来越改变 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在更新 现在多元社会 所以像很多人用手机软件去找信办理 用毒品来配信行为的状况越来越常见 这也是我们现在防治工作很大的挑战 还有现在医疗越来越好 只要感染者好好吃药 它体内病毒受到压制就不会有传染力 只是现在社会还是有很多的提示跟误解 但我们感染者的生活品质不是那么好 那也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长期的陪伴 然后让我们全民都能够更健康 结合病防治组为台北市唯一公共卫生结合病防治工作单位 掌握北市12区的通报个案 除了加强社区结合病个案管理 扩大高危险群与接触者的筛减 期望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并增加兜治计划执行率 为个案维持至少半年以上的服药追踪 如此借由有效的疫情监测 调查、追踪接触者以进行检查 并立即性地投入防治工作 以减少结合病之发生 提升本市结合病丸治率 结合病是一种古老存在的传染病 除了肺部以外 也会感染其他的器官 例如脑、淋巴、骨头等等 那随着科技日益的进步 现在已经有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治疗结合病 只要规则服药至少六个月以上 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可以痊愈的 那没有传染力的病人 也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就学 请给予认识的结合病友 鼓励与支持 其他他们好好的配合治疗 也相对间接地保障我们的健康哦 延伸至十楼的病原实验室 为财团法人全国认证基金会 及卫生福利部传染病检验认可的实验室 主要为性病与结合病专责实验室 提供多项性传染疾病与结合病的检验 并选用高品质、高精准度全自动化检验仪器 提供检验服务 此外 因本科检验项目强烈涉及病人的隐私 因此致力于保护病人隐私 以提供亲善且专业的服务 以上七大组别 便为昆明防治中心专责单位组织架构 以更独立专责进行各项研理方案与措施 全面整合各局处 毒品、艾滋、结合病防治相关工作 透过大数据分析 了解未来北市可行的防治方向 国民防治中心是奉科市长的命令而成立的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专责机构 基本上结合了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的使命 它针对社会的受污名化 或者边缘人的一些疾病 像毒品危害或者艾滋病或者结合病 进行防治 那这些疾病我们希望能够 今后这样防治保护我们孩子的未来跟健康 那我们也希望市民跟我们一道吸手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结合了有热心 而且非常有使命感的一群同仁 大家一道打造健康第一名的台北市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